大家好,最近形势比较严重 然后我们去超市看看 药可能都买不到了,大家去看一看吧 然后买点淘罐头吧,走 然后买点水果什么的,往家里囤点货吧 对,往家里囤点货,你干好 平时这点全是淘罐头,你看现在 昨天底下还有,没有了淘罐头 有,这不是吗,就剩几瓶了 赶紧抢,都拿了吧,底下还有一个 不是大哥,老多了,那里面还有四瓶的 是吗,但是以前这点啊,几磅钱吧 拿两盒就行,拿四个吧,回去给他们一人分两罐 那拿四个,咱家有一罐,咱家不用再抢了吧 不用了,要不大家添一罐小的也行 今天,今天凝红已经没有了,姜已经没有了 嗯,存货在这里 对,你看我这块,存在慢慢一出 哎呦,这么一大包 早点,你买了一道大包 然后,没有柠檬,也没有姜,买了点百香果 百香果,也补充维生素的 然后,你这个,你等它皮,皱皱巴巴的 把全中间磨开,然后把里面的羊,冲水喝 然后买了点苹果 然后,那个罐头一人两罐,一人一家两罐,不打账的 我不要,你不要,拿着吧 嗯,实在不行 咱家也蓝莓那么多,吃点蓝莓吧 咱们蓝莓有些事 然后那个,然后四瓶八稳 四瓶八稳嘛,这不就 明天你蒸一盆蓝莓搁到正中间 吃饭的时候,必须都已经快两口 不是,我俩说这个罐头 不能买一瓶,再买四瓶 四瓶八稳 咱家都淘过这一关了 对 然后淡了它,已经都淘过了 你拿两瓶,然后这块留两瓶 对,你拿两瓶回家,张哥 我不要那么多 我已经买了一瓶了 你拿两瓶,不干酱 你拿两瓶,对,别打仗 别以为一个淘罐头打起来 那时候吃饭的时候打开,让奶什么吃 嗯,然后买了点橙子 没有别的,都买点橙子 天天都补生维生树,维生树西 我买天晚上都忘了,害得这样 你啥都忘了 我今天上药店,别说什么 什么退烧,要这个药拿了 我买个体温剂都没买着 我家连个体温剂都没有 都给你拿,我家有 我家好里各的,体温剂 吃了你就淘 过去没有苹果的,也少,离也少 一般做的罐头 妈基本上都是苹果罐头和淘罐头 没有别的什么罐头 对,夏天有淘 人家那时候都吃苹果罐头 或者是吃淘罐头 觉得好像是,哎呀 过去都吃这玩意,身体都挺好的 都都买这玩意 就是自己安慰自己 这不就是小时候不都吃罐头 就好了吗,干妈发生的 那年是咋个事 那年就是说 哎呀妈呀,这孩子 家里都在给孩子买淘罐头 那也是什么 这咋呀 分呢 你再不想没了 这不四平八稳了吧 不是八平八稳吗 没有那么多 哎,超市有成习药的 我选择买一仙 我呀,杨大伟说小平那不好吃 非得买大一仙 这不够花的 月一个那长什么 哈哈哈哈 他一一看你能吃一个 就是你一口得了呗 你就站那丑得了呗 你也不能吃 也没在意你 再不想这玩意都没有了 超市里什么柠檬姜全都没有了 药店,退烧药,提问剂都没有 涨了吗 涨了吗 没涨 没涨 十十多块钱 十六块多 那时候家家给孩子买 不给孩子买就不行 怎么怎么弊的 说些可挺吓人的 那年反正也有一个 不知啥说不说的 你玩的那年那个 也是能叫什么 对,我杨大伟 这边妈还给你买的草获兰头 吃呗 大家这个 这个 借的眼的可以解解餐 对对,好学 好学 好学 他上感冒就吃个这个就好 那你说也怪他 小时候真的一发感冒 大人就说给你买一罐吃 那真就好了 那可能不是 那可能就是馋的 那时候糖也少 这里都含糖啥的 对 那时候我感冒 你知道他老了给做啥 嘎汤 白菜或者嘎汤 可好喝了 一感冒那就比好饭 天天吃嘎汤 那你臭嘎汤都闹了 现在 那过个生日给你煮个鸡蛋 就不错了 对 哎妈呀,煮个鸡蛋 那时候还有那个什么 郭清明那时候我今天煮鸡蛋 都给串俩 爹在家不舍得吃 这帮孩子上学 需要偏偏 你看吃鸡蛋 行分不分不得了 哎呀,天天 那两罐给大姑 然后摆上锅 什么的 分了分了 然后 该放这儿 吃饭的时候 打开一瓶罐头 腌肠一口 我楼上也有 楼上也有 楼上昨天买的 然后这不今天 再不买也没有了 今天能蓝莓吃 嗯,吃点蓝莓吧 没有柠檬 咱就拿蓝莓对付吧 我天天我的吃 都不知道哪抽抗热 就是你都放成这样学的 坑坑洼洼 抽抽巴巴的 然后你从中间给拿开 它里面有那个籽 你都给它挖出来 你放点蜂蜜 拿温水一充 其实这个配柠檬好喝 你俩拿点蜂蜜不行 拿蜂蜜去 然后那个 该备货这两天 该囤货囤货 咱家 杨大为 就是两三个月 咱家不上超市买菜 咱家都有 关键是咱家 咱家也有 肉 一摆出来一斤 那大白菜一菜一叫 萝卜土豆的 全都用 害咱家那些干菜呢 然后笋干 净干 有的是 然后豆豉 对 这羊肉不是吃豆豉吗 你拿去 哎呦我天 吃完了呢 那